易叔 你见过没有 喂 别乱拍人家肩膀 为什么 没听过人有三把火吗 你乱拍人家肩膀 万一被你拍灭了 就会出事了 大叔 你怎么这么迷信啊 什么年代了 命得罪小人 莫得罪客人 你大声点 我这里听不到 喂 你说话小声点 这里是我客人休息的地方 等一下 我出去跟你说 不听老人言 只会在眼前 在殡仪馆上班的小英 下班后果然遇到了怪事 她又从背后拍人肩膀 这个在纸扎店上班的小姑娘能见鬼 她看到小英的肩上 搭着一只惨白的手 然而诡异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地上突然伸出一只手 给小英绊倒 包里的东西散落一地 低头去捡的时候 一个中年男人向她伸出手 小英以为男人想搭讪 理都不理 直接走人 自以为是的小英可没想到 她把一个红色手机装包里了 今天是小英的生日 她的狗子们赶来为她庆生 奇怪的是 狗子们在小英身上闻到一股怪怪的气味 而且他们还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和小英一起回来的长发姑娘 小英去洗漱时 狗子们想和长发姑娘套近伙 谁知屋子里这么多人 长发姑娘 依然露出了她那张放荡不羁的网红脸 当小英洗漱好以后 狗子们招呼都不打一声全走了 而她捡到的红色手机也收到一条信息 机主是一个叫美美的姑娘 小英并没有想过把手机占为己有 可是美美却让小英替她保管几天手机 聊着聊着 美美说她那边好冷啊 小英下意识地回了一句 那你过来呀 我这里有火 美美直接答应 好啊 然后一个长相十分甜美的姑娘 敷上小英的肩头 好